成績已久的自殺突擊隊戰勝正義聯盟 在 State of Play 直播發表會中 一口氣公開大量新情報 釋出了遊戲內容的幕後花絮跟大量的實際片段 本作舞台將會是阿卡漢系列後的五年 以大都會 Metropolis 為舞台 我們要扮演小舟女、死亡射手、迴旋鏢隊長和鯊魚王 這四名自殺突擊隊的成員 要想辦法阻止魔神腦和被他控制的正義聯盟成員們 包含反派智囊、雷克斯露瑟等反派 都將與你並肩作戰 花絮影片中製作團隊提到了 遊戲將會有豐富的裝備系統 包含六種槍械 像是突擊步槍、衝鋒槍、狙擊槍、散彈槍、迷你槍械和手槍 並有著與全境封鎖類似的裝備設計 遊戲中會有著數個不同套裝 每個套裝都有不同的主題能力 例如當你裝備了這名反派般的套裝 就能夠在攻擊中附加毒氣效果 遊戲中所有武器都能夠改造升級 還有非常直覺的裝備分數系統 分數越高就代表能夠應付更困難的任務 讓你能夠摸索出更適合自己的配裝流派 實際遊玩方面 本作將會是一款節奏非常快速的3D射擊遊戲 每個角色都有高速移動和空中移動的方式 也不時可以在空中進行攻擊 角色戰鬥起來相當的靈活 而且充滿打擊感 還有著多樣化的處決和連斷方式 4 位角色結合了各自的獨特行動能力 槍戰、近戰、戰術還有團隊合作 打起來相當爽快 影片的最後還出現了神力女超人 難道沒有弱點的她 會成為打敗正義聯盟的唯一希望嗎 自殺突擊隊戰勝正義聯盟 將在5 月26 日發售 遊戲推出之後也將持續釋出新內容 包含新的可操作角色 新武器、新任務以及新造型等等 喜歡阿卡漢系列的DC粉絲們 不要錯過這個以反派為主角的新作